零线也会带尖压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们电工通常在微续线路的时候 总会知道这样的现象 火线带尖压是正常 但是零线它也会带尖压 大家看 现在这个零线它是带尖压的 而这个火线带尖压是很正常的事情 如果火线不带尖压 那这个线路就不自制 零线带尖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由哪种情况会导致零线带尖 今天简单的大家说一下 那首先第一种我们要考虑的就是 这个零线发生了断开 断开的情况下零线会带尖压 第二种情况 我们的设备路件 路件的情况下零线也是会带尖的 第三种情况 变压次的三上负载不平衡 导致零线上的电压升高 零线也是会带电压 第四种 把零线当作地线来使用 这个时候零线也是会带尖压的 那我们平常入到最多的线上 就是零线断开了 断开的情况下零线带尖压 而且带尖压和火线是相等的电压 火线上有多高的电压 那零线上就有多高的电压 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运输去出门 肯定会不会出电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个零线和火线之间 接了一个负载 我们接了一个L字灯来量一下 L字灯的两端 那这段呢是带电压的 我们量一下这一段 这一段呢也是带电压的 电压比发亮 现在我们呢 首先要考虑第一种 也是最容易发生的零线 有可能就断开了 那零线向路这么长 我们该次哪里照 是哪里发生了断解 在哪个位置找到断解呢 我来教给大家一个方法 我们开始啊 用这种万用表 然后把万用表呢 打到交流电压的 大家看看 我是如何查到的 表上呢 一般有两根表比 我们把这根表比 悬空 然后顺着手呢 都要缠绕这圈 我们多缠绕和直圈 没有任何的影响 现在用另一个表比呢 我们来查找 那查找的时候 大家看 当我们把这个表比呢 放到这个零线上的时候 万用表上呢 有14.f的电压 我们顺着一直走 一直走 走 大家看 走 走 慢慢的走 慢慢的走 我们一直走 我们呢 一直走 到这里 一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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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个零线呢 走 发生 发现 这里呢 有一个接头 我们按照这个接头呢 走一下 到这个接头的时候呢 它的电压 立马降到零了 说明呢 在这个接头上呢 有断结 我们用万一表 就可以找到 它的断结 那 这个部分呢 就发生了断结 我们只是要 把这个接头呢 接好 那这个零线上的电压 立马就会消失 这就是啊 零线 发生了 断结之后 零线上会带有电压 这是啊 发生最普遍的现象 把这个方法 分享给大家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呢 再见